信心很要紧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分享上帝的救恩 也在旅程中继续给门徒更多的教导 其中还包括好多耶稣将要面对的 那些谈到他的受苦 受冤枉和十字架等等可怕的事情 随后他也让几个门徒 看见耶稣的荣耀形象 以及他和摩西以及以利亚的对谈 这美好的一幕 差点让他们忘记 耶稣也提过他要面对受难和死亡的事情 耶稣随后踏进了在地上传道生涯的后半段 还会有什么精彩又惊险的事情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耶稣带着彼得和约翰以及他们的兄弟下山之后 就回到百姓当中 一回来就看到一大群人围着那些人 其中还有一些是经学教师正在跟他们互相辩论着 这些群众一看到耶稣回来了 大家就跑上去迎接耶稣 耶稣就问门徒说 你们在跟那些经学老师们带讨论什么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了下去说 我的主啊 请你可怜可怜我的独生儿子啊 他患了癫痫症 又没有办法说话 发作起来好像被鬼附身一样 非常的痛苦啊 常常一抖起来就控制不住 往往会摔到火堆上 或者是掉到水里头 本来是要请你的门徒来帮忙医治 可是他们怎么祷告都治不好他呀 耶稣看着那个人就难过地摇摇头说 你们这时代的人怎么会这么没有信心呢 你们的心都看不见了吗 我还得在你们这里教你们多久呢 要容忍你们的不幸 要到什么时候呢 唉 去把那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孩子的父亲把孩子带过来的时候 耶稣就大声地说 是的 你若是能有信心的话 只要有信心的人 什么事都能成就的 孩子的父亲一听到耶稣的话 就立刻大声地回应 喊着说 我的主啊 我真的信 只是 我的信心仍然不够 恳求您帮助我 那个孩子一到耶稣面前 就好像有人在控制他一样 四处地乱抖动 耶稣看到这个孩子就点点头 继续地往孩子那里走过去 群众们也跟着围拢过来 接着耶稣就严厉地大声地命令那个污秽的灵说 你这可恶的疾病 扰乱他生活的恶者 我现在命令你 就从这个孩子身上出来吧 我不许你再到他的身上来 果然当耶稣说完 这个孩子又抽动了一会就平静下来了 可是大家还以为这个孩子已经死掉了 心里面是暗暗地为他们难过 耶稣却走过去把孩子拉了起来 这孩子果然就立刻爬了起来 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 这个孩子在耶稣说完话之后 转眼间好了起来 这可让这些门徒和在场的人都张大了眼睛 没有人搞懂是怎么一回事 更没有人敢问耶稣 直到那个人欢喜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去了 围观的人也都散去之后 门徒才赶紧围着耶稣问他说 为什么我们怎么做都不能把那个病 或那个鬼给赶出去呢 把它治好啊 耶稣回答说 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不够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 假如你们有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子 一样大的信心 就是对这座山说 从这里移到那里 它也会移过去 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 有人可能会以为耶稣所说的 是相不相信这个孩子可以被治好的信心 可是夏凡哥哥想 应该是对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信心吧 是相信上帝才是医治这个孩子的主的心 让他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不是只是想证明自己的祷告很厉害而已哦 除了前面提到相信上帝才是真正医治的主以外 也有人提到说 可能因为这个病症或这个鬼很难缠 所以一定要用进食祷告的方式 就是很用力很投入的祷告 就可以让孩子被治好 或者把鬼赶走 进食祷告其实比起我们一般的祷告来讲 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更专心 而且更注意的去祷告 可是这些不是跟上帝交换能力的条件哦 不管是哪一种祷告 都不要忘记要坚定相信上帝 他才是真正决定这一切的主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需要都带到上帝的面前 而且全心相信他的决定 耶稣知道门徒还是很容易被眼前的成功所吸引 所以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像耶稣一样 一祷告人家就好了 却忘记了 其实耶稣是遵从天父的安排来医治人帮助人的 可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哦 这个时候 他等到门徒都几号到了加利利 然后耶稣又再次的对他们说 人子 我 你们的老师 即将被交在人们的手里 而且人们要杀害他 但是在第三天他将复活 门徒听了 觉得老师怎么又开始提到这件事呢 可是又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 更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 到底是一个比喻呢 还是真正要发生的事情 这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忧心呢 耶稣知道这些门徒满心的疑问 只是时候还没有到 许多事情门徒听了也只会更加的疑惑 所以耶稣静静地又带着门徒 一路走到加百农去 到了那里 突然有几个人迎着他们走过来 原来是帮忙征收圣殿税的人 他们走向了彼得 就问彼得说 彼得 你们的老师会不会付这个圣殿税呢 这个圣殿税是为了圣殿的修缮和维护的 是特别像犹太百姓所收的税项 这个税金是按着犹太人的人口来收取的 他们这时候来问彼得 他们的老师会不会缴纳 其实也是问他是不是认定自己是个犹太人 也承认圣殿的权威一样 彼得一听就立刻回答说 哦 当然付啊 可是小朋友 彼得根本还没有问过耶稣 怎么会回答得这么快呢 我想可能彼得觉得这个税 耶稣应该不会不愿意缴的 因为是圣殿要用的钱嘛 可是这下子彼得才回答完 才想起来该赶紧去问问看耶稣 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就跑进屋子里去找耶稣 没想到耶稣看到他就先问他说 西门啊 我问你 到底是谁向这个世上的君王缴纳关税 或各种人头税 是他们国家的公民呢 还是外地来的人呢 你怎么认为 彼得说 当然是向外国人啊 于是耶稣就回答说 那么本国的公民就不用了 可是也不用去找这些人的麻烦 你去湖边钓鱼 钓上的第一条鱼的时候 打开他的嘴巴 还看到一个钱币 这个钱足够缴纳你和我的圣殿税 就拿去用吧 当耶稣在这里指的是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神家里的人 当然不用再缴税给自己的家了 可是为了免得这些收税的人添麻烦 所以耶稣就还是让彼得去预备了 给他们这笔税金 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彼得 他们虽然当了门徒很久 可是有时候 还是会被这些惊人的神迹 抓走他们的注意力 更有些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搞清楚 耶稣的身份 而这些事情 其实都不断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一直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才能真正清楚明白 这些事情的意义 而且更加坚定他们的信心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我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再次欢迎你们 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面 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 与您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 爱笑还想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爱笑还想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你他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你他 爱笑还想我你他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你他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你